日前经过外媒报导 揭露中国浙江华海制药公司 所生产的高血压治疗药品原料药 发现含有巨动物致癌性的 N亚硝基二甲氨成分 经食药署清查 国内有六款高血压药品 使用到该原料药 目前已要求业者立即下架回收 不是成分上面 这个化学成分有致癌性 而是说它可能有 不是什么原因 是有一个不存物在里面 那这个微量的不存物 可能有致癌的风险 所以是因为这个不存物的关系 所以它是某个特定的 原料来源的厂商 目前它有被发现有这个部分 目前需要回收的六款药 包括永兴药品的热素 将磨一定160毫克与80毫克 生达化学制药 书兴乐磨一定160毫克与80毫克 瑞安大药厂凡内磨一定160毫克 以及马克隆科士压 磨一定80毫克与12.5毫克 总共46匹药品 1049万颗需要回收 让每天都需要定时服药的病患 感到慌张 有点吓到了 因为我是最近一个月才领到这个药 因为医生有讲说 药要换了 要换那种的药 不过食药署强调 目前是在动物实验上发现致癌风险 民众不用过度恐慌 特别提醒拿到这几款药物的患者 千万不要乱停药 一定要回到医疗院所复诊后 请医师判断是否需要换药 新北市采访报道